民众陆续进停车场停车 不是尖锋时段 空位还很多 但一到假日碰到台北灯会 作为主场的市林 一味难求 只有民众用北市好停车APP 事先查询 停车场显示剩余25位 到了现场却客满 转点另一个停车场也相同 连及时回报 按了也没反应 民众抱怨的就是这个 市林捷运站的停车场 那我们从APP上来看 上面显示的这个停车格数量 是25个剩余的位置 但是实际到这边的剩余位置 却是显示22个 等于说跟APP上的数字 的确有些误差 大约等了10分钟后 停车场剩余车位 终于更新为21个 但现场仍显示20个 这款北市好停车APP 主要功能 提供路边路外停车及时资讯 停车费查询缴费 以及停车指引 iOS版北市府花费了98000元 不过停车APP 要避免民众到现场找车位 节省时间 但却爆出资讯不同步 反而造成困扰 应该也不是即时更新的吧 对啊对啊 所以主要 所以主要还是去现场看来比较快 即时更新的话 那就是像那U-bike 即时更新的话 那就是好用 如果是没有即时更新 我就觉得不好用 那个比较大时 有时候在传出上的时候 没有那么快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那天有查到说 其实捷运视频上的数损 它的后面的那个传输点位的 后期有做了一个修改 那其实并没有跟我们这边说 请管助成亲 其实都会要求停车场业者 在五分钟内回传数据 至于即时回报没反应 则是碰上假日 才会delay 不过当初APP 就是以辩明设计 若资讯量大 就都随 似乎很难真的辩明 三女均到最后就知道